这是刘世伦扎球 刚才丁丁也介绍了 这个腾亚兰是比较凶 他是属于男子技术化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所以刘世伦可能要采取一些方法 我们看看到底他指的一些变化是什么 我们这些运动员都非常的可爱 比如丁宁 这个黄标领队 我们一位教练 希望为我们电视观众 能够更多的介绍一些信息 所以希望他比赛之后 利用短暂的时间来这儿来给观众介绍一下 实际他马上又要上考 他那个台子马上就要打 所以这个运动员 马上跑到我们这儿来点评 然后再下去马上就上场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确实是非常可爱 而且他们对观众也非常的尊重 这一点我们很有感受 希望中国乔房球选手 能够在运动员职业化方面 实际的职业典范方面 能够继续发挥的反对 今天刘叔仁穿的这个衣服也很鲜艳 非常的醒目 刘叔仁穿的 刘叔仁穿的 刘叔仁穿的衣服也很鲜艳 刘叔仁穿 CEO,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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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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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去年的时候进行招聘 公开招聘的时候录队 大家可能有对他 他是一直是河北 大洲海润集团乒乓球俱乐部的总教练 他的爱人就是世界冠军刘建峰 最后的事 地区 他在几位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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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刘雪人今天一上来以后 还是公事比较凶 这球是直接打到中路 所以从这个落点来讲 中路是一个 不管是直板横板 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点 所以要学会 特别要有这种意识 要集中打中路 只有打了中路以后 你的两边才能拉开 比较准备 比较准备 一把 谢谢 漂亮 这一板球呢 就是一个被动转主动 被动转主动的一板球 这种球也是高水平均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不利的情况下 突然通过一板球 一下是改变了整个局面 就是刚才的反手 突然一下 整个一个大斜线 挤对方的反手 刘淑仁在中国平方队女队中 是速度最快的一位 他也曾经被称为 有小邓雅琼之称 发球 发球 发球擦网重发 发球发的不错 发球好在什么地方 就是出手的时候 人们通常说的鸡多米 就像菜刀剁肉 爆发力非常强 猛的一下子 同时呢 他这个动作呢 有一个谎的动作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 这一下子下去往哪个方向 他后头手呢 有一个掩护的动作 漂亮 这样刘世文就以11比8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 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刘世文今年是23岁 他呢是目前呢 是世界的排名第一 好 我又又又又又 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接着呢在这个2012年的国际青年职业雄在科学大战的比赛中也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在第一次的这个大群环的比赛中 他在四个人中是九胜四负排在第三 所以这个冯亚兰啊应该说 这个从他目前的状况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冯亚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冯亚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冯亚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球 好球 4比5 5比5 现在尝尝底分是5平 现在刘斯文的教练就是刘志强 杀格 他即是 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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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运动员的处理球 反映了运动员的一个素质和水平 就是这个球应该力量大一点 力量小一点 是应该拉一个高调弧圈 还是拉一个前冲弧圈 是拉到它正手 还是拉到它反手 还是拉到它中路 每一板球 其实运动员都是在思考 这个就是要求 所谓你的战术意识 你的技术能力 你的应变能力 其实就体会在每一板的运用上 漂亮 刚才我们介绍了 这个在第一次的大雄团中 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当时的冯亚兰是九胜四负 排在第三 在刘士文前面 刘士文是排在第四 也是九胜四负 而且在那次比赛中 是刘士文输去了凤雅兰 双方第二局比赛8比7 刘士文领先一分 在另外一张球台 在另外一张球台呢 是文家对武扬 正在几张比赛 漂亮 凤雅兰反手进攻过程中 突然侧身抢攻 这个难度非常高 首先呢 这个你侧身呢 需要一个时间 9比7 9比7 这样凤雅兰就以10比7领先了 这是第二局 现在场上比分8比10 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是国际级裁判 庄建 副裁判是国家一级裁判 预建 是国家一级裁判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打到11平 谢谢大家 这个球发的质量很高 很赚 但是擦网了 大家注意刘士文这发球 用于很突然 所以发球好 在比赛中就会占很大的便宜 现在双方打到了12平 非常的艰难 刘士文这时候要了一个暂停 现在大家看到刘志强 做他的教练 刘士文在这个时候要一个暂停 也是希望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他前面一直在落后 就是哪怕你像你推这个中间或者推这个落点 也老是下意识就搓当板了 他现在就是什么的 从一环上完以后一环上完就就搓当 他现在就是这个站住 好吧 你上一把再落点 你总是 你已经没一张 你由你拉着你 他也觉得好好摔摆 好不好 你就把鞋给我干 对 镇他跳的 他如果不跳 你一滑 就放在这边 就放在这边 拿着你 就拉着你 好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刘志强教练和陈斌教练 他们指导风格不同 但是可以说好的教练 最重要的叫因材施教 要根据你队员的情况 根据你现实的情况 来做针对性的去指导 现在大家看一看指导的效果马上出来 现在肯亚兰发球 短的 打斜线 这就是典型的发球抢攻 这是刘世文的发球 他有优势 因为刚才就是发了一个下选 对方下网 但是擦网了 接着发了一个侧上 对方有出界 看看这次 形成相持 看一看这个打法是鱼死网破的打法 就是我也不给你更多的回合 这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奏效的战士 因为打长了 可能更不利 13比13 漂亮 刚才刘世强在指导的时候也听到了 他现在的战术就是侧身 拼命的打 所以现在怎么样去控制冯亚兰的侧身 一个是先上手 一个是压翻手调正 14比13 好的 其实刘世文的发球 对对方还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压力 所以对方在这个连续性上 就会受到中断和影响 14平 哦 擦边了 都比试试 这个裁判的是判这个球 刘世文胜 因为这个球呢 一般的是擦到上边缘是有效的 如果擦到下边就无效 这个应该是擦到了这个 算命 15比14 好的 这个调打动作非常快 这样刘世文在关键的时刻就凭着 一次暂停 然后呢 是16比14 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目前的是2比0 领先于冯亚兰 全新BMW X5 全新BMW X5 欧洲顶级俱乐部三世 承载梦想与荣誉 演绎华丽 孙贵丽 但是2比0领先很有优势 封亚兰的正手进攻威胁非常大 反手的弹击也是很有威胁 但是减确性还不是很高 但是可以看出他这个打法 是属于技术上比较硬朗的打法 暂停手 踢一只牌 站顶面 我这边是站顶面牌的 站顶面牌 继续比赛零笔 现在尝试比分零笔 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是国际级裁判庄建先生 副裁判是国家一级裁判 郁建伟先生 上桌 是国家一级裁判庄建训 那您几个面積裁判庄建对他 是北河機的 活躁在下方向盖庄建训 便是过家一级裁判庄建训 热判庄建训 可是我rus主裁判庄建训 又不是厚感主裁判庄建训 它和输者运策庄建训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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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兰这个底蕴是非常浓的 所以刘世文就看到生产一件名品是这么困难 经过这么多道工序还有一些要发明创造 要动脑筋 所以他觉得打球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要想真正能够脱颖而出 必须精雕细刻 现在刘世文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现在第三局是6比3领先 因为在第一次大循环中 他是输给了冯雅兰 两个人都是九胜四负 但是他呢是输给了冯雅兰 所以他们是排在第四 冯雅兰是排在第三 当时排在第一的是李小霞 所以李小霞作为第一个冠军 就直接出现进入到了这个视频赛的名单中 设计区 先入面 他的乳酱 ..! 你换个摄像 然后放入桌子 然后放入桌子 但是更多两个人 是这样的 把摄像 乳酱 还可以 是来 平方球运动员要求要有很好的理性 所谓理性就是不能够游的性质 必须要有计划 有目的 能够自控 能控制自己 有的时候一来劲 这种劲一来 他有时候很难控制自己 最后可能也是输求的一个导火索 或者一个根源 现在8.6 连续捞了几针 又来了 这就是对刘世文最大威胁的 在这个测身以后甩开了 命功率比较高 力量比较大 落点比较刁 8比8 好比较 好比较 漂亮 直线 喝啤酒 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这局打的是非常艰难 昨天他们想起一件事很有意思 就是昨天在参观 就是中国平方队队组织参观 这个洪顺集团的陈醋博物馆的时候 大家都对一个非常感兴趣 包括刘世人 包括冯雅兰 还有丁宁 还有郝帅 还有王浩 北京现代 携手CCTV5 为您带来顶级赛事转播 当追随成为唯一方向 你是否有勇气开创新时代 在所有人追逐目标时 停下来享受 Mistro 明图 明智 图远 北京现代 真正的风范 是梦想 是胆识 是眼界 是你坚持要成为的自己 棋牌 乒乓球队里感兴趣的人介绍 当时是唐太宗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房玄陵 唐太宗为了赏 他就赏给他一个美女 他不敢要 那么唐太宗说为什么 说是他老婆不同意 然后这时候唐太宗就找到了 他的这个老婆 叫卢夫人 就跟他说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毒酒喝掉 最后他老婆二话不说 上来就喝 其实喝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成醋 最后喝完以后 唐太宗就说 跟房玄陵说 说你的老婆 说确实吃了醋了 所以这个事情我也管了 所以大家呢 通过这个参观到各地去 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呢 也长了很多的知识 了解了很多的历史 这也是黄淼领会讲的 就是希望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要看到创业的艰难 要看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人的生活状态 同时要体会 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为祖国争光 更好的去趴下心来练球 现在2比1 刘世文落后一分 漂亮 你像刚才这个冯亚兰 这个反手拉的板球啊 看到了有欧洲运动员的 反手拉球的这种风范 因为我们是从小啊 都是中国人 亚洲人用筷子 所以打直板打得比较顺 欧洲人呢就是用餐刀 所以打横板打得比较顺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横板的反手 在远台中远台的拉球 还是不像欧洲选手 用的那么咸实 大家看刚才就是 分亚兰的那个反手拉那板 整个感觉甩起来 就是有点像抽鞭子那样 刘世文发挥了自己快的速度 这就是一个快一个力量大 分亚兰的力量大 刘世文的速度快 所以如果他一快了以后呢 分亚兰就会来不及 他这个力量大也就被化解了 就是了 有点空 肚子 酱猪 它怎么做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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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运动员来讲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上一次输是怎么输的 怎么样把这个输改成赢 看起来是一个变化 漂亮 哎呦 这个太遗憾了 这是一个半高球没有打到 很小来这个球的旋转比较强 可以到了底线以后往前冲 漂亮 那刘思文这个弱点比较准 可能会对刘思文的评价非常高 他认为在2013年他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 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世界杯的冠军 他认为在2016年的这个奥运会上 刘思文是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 当然后面的这些选手包括朱玉林 这些运动员都在跃跃异试 比如在第一次大循环中 朱玉林就仅仅排在了李小霞之后 包括冯亚兰排在了第三位 刘思文排在第四 木子第五 陈梦第六 丁宁第七 文家第八 武阳第九 这就是大循环 应该说是比较公正的一个名次 就是你一个人要和每个人都碰一次 所以这是 可以说是最能够反映真实实力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次女子就没有这样做 主要的原因就是 采取分组然后再淘汰的办法 这样能够节省一些场次 刘思文现在是站在中路来发这个正手机 漂亮 刀球 别着急 这样刘思文就 今天战胜了冯亚兰 改变了在一个月前的第一次大循环中输给冯亚兰的局面 可见运动员用心良苦 经过了苦练 经过了研究 在比赛中付诸实践 最后扭转败局 而每一次的扭转 都是体现了运动员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 就是在失败以后 能够重新站起来的能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大家来现场直播 2014年直通东京市平赛 中国乒乓球队第二阶段选拔赛 稍后见